西洋大人 每天都告诉你好天气 各位女友朋友好 我是彭启明 昨天在台湾的上的云量还蛮多的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缺乏动力的条件 有些飘雨但是就是非常的少 例如说中部有些短暂雨 但是都不是很明显 那目前呢云量显著的减少 今天各地呢再转多云到晴的天气 有点闷热 中午的高温个地都上看30度以上 东半部的云量呢 较多有些地形上的短暂准雨发生 那目前呢在中国的南方 像贵州湖南到江西这附近 正有道滋流封面发展 那闪电对流呢相当的旺盛 那这个非常像是典型的 梅雨滋流封面的态势 在南北风冷暖空气对峙的 不稳定温床下 有点中小尺度的对流系统发展起来 延伸将近有1000公里哦 那这个将会对当地造成严重的剧烈降雨 当地呢已经发布了大暴雨的警戒 昨天呢到今天一天会下有超过100毫米的可能哦 那但是这波呢接近台湾的时候呢 预期将会显著的减弱 周三白天开始 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会逐渐有些雨势 但可能不会太多 中南部呢则可能有一些零星的阵雨 或是山区被激发的午后热对流 但是这个都要看明天午后发展的情形 那封面接近呢 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的温度会略降个两三度 略凉一点点 高温大概是27 28度 中南部差异不大 那这波封面呢 移动还蛮快的哦 略过台湾之后 周四周五显著的回温转情 周六日又有波封面会接近 那这波呢尚未成形 只在这个电脑的预测模型当中 还是有这个变动调整的空间 例如说时间点还有影响的程度 可能等到这个周四来看会比较合适一些 那目前趋势上呢 这波封面和周三这波很像 接近台湾的时候呢 结构显著的转差 也还是有这个中部 还有东半部有短暂正雨 中南部呢 有午后热对流的发展 并不是很旺盛 那母亲节呢 周末的天气 户外的活动 可能要稍微费心的安排 那这波呢 在周末接近 下周一到三 又会有几天是回温晴朗的 那下周四又有波封面会接近 这波滞留时间呢 会略久一点 稍微像一点 传统梅雨封面的态势 但是依旧结构没有太好 还是需要滚动的观察 那短期的天气预测上呢 其实的确未来呢 这两周都还没有显著 较大规模降雨的时机点 那较长期的预测来看的话 有利于梅雨封面在台湾发展的条件 还是持续的往后延 可能是五月底到六月初 这个时候呢 其实有利于梅雨的结构的条件的形成的结构 没有太好 只是维持降雨偏少的这个机会 这个时候呢 就要看梅雨封面内 是不是有很不稳定发展的中小尺度的对流系统 那目前呢 这个机制是短期间的天气尺度 跟这种几周以上的预测是不一样的 且请您呢 要有所准备 做最坏情境的打算 以上气象由天地风险 彭启明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